看到马云前几天在外滩的金融峰会上的说话 他说西方的金融系统其实已经是老化了 应应应未来世界的需要去打造一个新的金融系统 未来香港对中国的依赖会比中国对香港的依赖大 但这件事如果真是推的话 其实香港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或者香港的角色更加不需要更加坦化 将来长远中国政府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没错 来到深圳继续跟C老板对话 因为我很想念他 C老板欢迎你 你好 你好 这次我们有点特别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标准除了新频道 还有730就是C老板的媒体 我一定在这里跟他买广告 大家就要订阅新频道 C老板就说要 同时订阅AM730的YouTube频道 变成了我们是两个媒体的合作 是吧 之后可以走得远一点 是 一定会 C老板 我们今集想说深圳 我在深圳你有没有什么问题问我 深圳似乎市面上就戴口罩的人不多了 是吧 是 戴口罩的 就是在街上走街 在街上 空旷地方 10个里面有8个都没有戴口罩了 但是坐地铁搭火车是一定要戴 在商场里面 10个有5、6个都没有戴的 可能有3、4个戴 那你觉得深圳的那个市面上那些活动是 完全恢复正常了吗 正常了 还是有影响 没有没有 正常了 就是小朋友说就是要戴口罩 但是小朋友上学都不戴口罩了 就是大家完全是正常了 市民的申请是没有受疫情太大影响的了 没有的 基本上是没有 有没有哪种经济活动是受到妨碍的呢 有 有一些政府的游泳池还没开 嗯 我只知道有什么 对外旅游都没得到的 自己内部就搞定 内循环又没有阻滞 但是如果要非去外国 去外边旅行 就不定 出口那些应该都可以的 出口是我 我认识到有个嘉宾他是做出口 还有有内销的 他两个都有做的 他的生意是接到停不了手 但是他说不知道是因为疫情下面 职压的订单 还是经济恢复得很厉害 所以他请人都请不了 那11日假期他应该放几天 结果他很求求那些员工 说可不可以只放两天 所以只放了两天 那是我的嘉宾 是的 那另外呢 如果我去第二处 譬如我在深圳 要搭火车去广州或者珠海 我有健康码 要显示健康码 我又可以去澳门 那如果是做核酸测试 7天之内 我就可以自由去澳门 这些都是 大陆 不过还没来得香港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香港 你随时可以回的 不过回到旁边 我也有同事 回到大陆 又回到香港 最近又回到大陆 不过就这样 成本就很重 因为内会不见了28天 那这28天呢 都可以做下事的 因为还有个手提电话 有个iPad在这里 现在有些人都在工作 份空的了 那现在是在工作 份空的了 现在是 是啊 不过我就不想 28天太辛苦了 OK 我们言归正传 说了由深圳开始的 其实我就想说 最近的最好热门的话题 就是深圳的崛起 或者深圳的发展 那我看到呢 坊间有些YouTuber 就说 没有香港 不会有今天的深圳 结果有人反对 说没有深圳 都不会有今天的香港 那我想听一下 好像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他们的 就是理据 我想听一下你的分析 其实你说得严重一点 你可以说没有香港 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都可以 是啊 那你中国也都说 没有中国 给香港的那些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 你香港也不能发展 香港之前的发展 也是靠扮演一个角色 是去把外边的资金 技术 管理 带去中国 又将中国产品 买向世界 后期又将中国资金 带向世界 这个世界也是 互相 互通 有 无 互相支持 很难说有理就没有我 没有我 就是没有你 当然我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 香港对中国的功能是大的 那时候真的没有香港 中国的现代化的速度会被拖慢 时至今天 中国对香港的依赖是逐步减少 当然香港现在扮演的某些角色 甚至深圳也好 整个中国也好 都不是一时可以取代的 那才 中国才会继续行一国两制 如果中国完全可以代替香港的存在 那中国的政策也可能不是现在的政策 但是就不需要争拗说 哪个靠哪个多些的 我相信争拗这些的人 都是政治上考虑多些 美与纯粹从经济上去考虑 那现在呢 香港就是扮演国际金融终身的角色 中国内 中国内 无论前海 上海 北京 都没有条件完全取代 但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马云 就是前几天在外滩的金融峰会上面的讲话 他说到 我评认而已 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听话 就是 过去 中国 发展金融 经常以西方的模型 去找 差距不足 去补一些中国未做到的东西 但是 他说西方的金融系统 其实已经是老化的了 就是西方现在做的东西 包括联储局做的东西 很多都是保获的东西 就是 異常的发展 畸形的发展 出了问题 要不断地去保获 中国 中国将来不应该 只是看西方的样板和我们的差距 而是应该因应未来世界的需要 去打造一个新的金融系统 不只是学西方的系统 搬西方的系统 这样 中国才可以 跳出 西方的系统的制约 还有 现在有大数据 有人工智能 区块链 就是在新的技术上 那个金融系统的运作 是可以 不是完全以前这样做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说 如果他真的成功的话 他现在在搞数字货币 就是 网上支付 那 究竟西方的系统 如何解决 支付问题 财富储存问题 股权投资问题 奇科市场的问题 其实是全新去考虑 中国自己的体系 已经相对大了 是不是纯粹搬西方那一套 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 譬如最近这段时间来说 本来美国都表示了 这个态度会逐步制约香港的功能 但是很奇怪 香港的股市其实是 表现得比之前好 就是上市 IPO的密度 每次摘资的量 我相信今年 都可能创新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是美国制约的结果 就是美国说 你中国公司来美国上市 我不让你用多 我将来会查你 要求你高一点 那些中国公司 不敢去美国那么多 去开那些 都同时在香港上市 另外中国的资金 以前不只是投入香港 他也去很多买美国的资产 去美国投资 你这么欺欺他 又说有共产党背景的 就会不让他进来 或者不让他投资 大陆很多 国企有共产党背景 民企里面 有很多都是共产党背景的 通常读到大学 你很多都会争取入党 他才 升学就业都会方便一些 他是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长大的 那多多少少都脱离不完 那你瞧瞧他 连投资也不敢来投 少来美国投资 美国自己说要跟中国切割 尤其要跟共产党切割 那一切割 你就资金投资 都去美国少了 去美国少了 去哪里呢 欧洲和美国结盟 都可能受美国影响 可能短期就来香港的 资金反而多了 那你金融中生 选择需要有资金流入 那以前就很需要 国际上的资金流入 那但是中国现在是 整个世界经济体系里面 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那你中国的资金 已经占了世界的经济动力 都去到整四分一到三分之一的水平了 那你三大金融中生有三分之一来 已经是不少的了 另外中国的 除了中国资金会来之外 西方的资金是未曾放弃 中国和香港的 就是美国政府有要求 和美国政府有关的一些基金 不让它作中国的投资 譬如公务员的退休基金 那些 美国政府可能还可以左右它 但是一般民间的基金 譬如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那个Bridgewater 桥水 哇 那个负责人 他真的不怕死 说美元 就来很大压力 将来中国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多 那民间是有不同的声音的 譬如现在都在说 那个全球那个政府债券的指数 会放在中国的政府债券进去 一放完之后 很多投资者都会按它的比重 去买回中国政府的债券 那这些演变虽然是滞后 应该就一早放进去 但是它这一刻 都是在放进去 应该明年就确定了 现在是观察期 那这些全部都是 就是不是好像特朗普所说 一叫停就停了 所以我自己看 香港有没有能够做国际金融中心 到这一刻 已经不是美国说了事了 那同样情况 香港呢 香港以为 有些人以为 中国一定要靠香港 我也赞成靠香港多些 香港能够发挥作用 应该继续发挥作用 但以为 香港可以完全制约中国的发展 这个已经不是跟事实很符合的了 即是接下来 香港对中国的依赖 是会大于中国对香港的依赖 中国自己的内部动力 已经超越香港能够带给它的好处了 所以如果你问我一定要说 哪个对哪个影响力大一点 那当然是中国对香港的影响力大一点 就不是香港对中国的影响力大一点 因为现在不是1978年 现在是2020年 那个形势已经完全改变 但我不否定 香港对中国是带来很多好处的 那这些好处应该尽量利用的 我想总结一下 刚才你说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中美关系 其实香港是作为金融中心 短暂是收益的 比如很多公司来香港 上市 这个是一点 还有资金也来香港 资金少去了 你看港联汇率是长期高期的 7.75 连7.76 也不见的 根公局要抬定些钱 不断地去压住它 才能维护到它在7.75 否则很快就7.745 我希望不只是卖金服来上市 令它强 不过我的问题 就是你刚才提到马云说这个 他说回货币 就是推货币 金融功能 金融货币 金融改革 但这件事如果真的推的话 其实香港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或者香港的角色更加不需要 更加坦化呢 将来我说的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影响 中国政府不希望像以前那样押住在香港 即是香港之前反对派都是借这个 那样企图去要挟北京的 即是说你再这样 我就叫外国制裁你的 叫外国不让你唱美元 叫外国不让你扮演金融终生的角色 那你经常威胁他 他便原本都很洗好用 才不怕你不让我用 我唯有自己想办法 那中国政府我相信都会尽量减少对香港的依赖 等于你不能用美国的芯片 你也要发展自己的芯片 如果你不能用香港金融终生的功能 他便被迫要不用 当他真的不用依赖香港的时候 他对香港的政策和现在 就未必会完全一样 明白 今集非常多谢施老板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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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